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礼拜五 我们制作单位特别来统计了一下 在这个礼拜当中 最倒霉的几个人物 就来颁发今天的新闻 靠贝尔奖 明天是金马奖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颁发靠贝尔奖 算是来应景一下 看一下今天的入委名单 首先看到的是大陆艺人黄晓明 他在大陆拍戏摔了伤 结果一路传出要截肢 今天经纪人出来说没那么严重 让粉丝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现在媒体又在批他了说 说到截止那么严重 根本炒新闻嘛 你看 所以伤得重或不重 都有人有意见 真贝啊 来 第二个入围的是台北市长郝龙斌 因为行政院修了一下公债法的一个草案 那台北市的举债上限一下子被腰斩 很多公共建设有可能会停摆吗 这郝市长气得发飙啊 而现在台北市市民好像也不太爽 再来的是达赖喇嘛 他受前副总统吕秀琳的邀请准备到台湾 不过呢 我们的外交部说考量国家的整体利益 现在时机不价当 所以就拒绝他入境了 又不是没来过 为什么现在不能来呢 外交部的说法好像大家都听不太懂 接着入围的还包括了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是因为党内成立了中国事务委员会 他自个儿当起了召集人 外界批他说 这吃相有点难看吧 什么都给你了 但有没有想过 人家可能是真的为党鞠躬尽瘁 却被大家误解说吃相难看 所以苏主席心里头 想必心里的OS也是 相当靠背啊 我们来看看到底今天谁能够得奖 来看今天的得奖名单 同时也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来宾 包括了文化大学教授姚立民 姚教授 你好 还有前立委 郑云鹏 职认媒体人 曾敏凤 以及翟神 朱雪恒 翟神 你要不要先帮几位来宾 先来帮我们预测一下今天的名单是谁啊 没有 我个人觉得帅哥摔伤了脚真让人太心痛 尤其他 他马子是不是Angela Baby 是啊 好 那没有 不要颁奖给他啊 你又不是帅哥 你可以了解帅哥的心情啊 没有 我是想象 如果你马子是Angela Baby摔伤脚是什么了不起 把下半身割掉都好 从女的口气当中听的并不是真正的影评 而是有点怨气的感觉 怎么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谁最背 我们的评审团要颁发的给的对象 我们要恭喜台北市长郝龙斌 好 得奖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来听一下 中央表示台北市能力好 财务状况好 所以就要消减补助 郝龙斌市长痛批 这样的做法等于是在惩罚模范生呢 当然不能够接受 不过听懂了没有 很明显的是 郝市长想借这样的机会呢 大声地告诉大家 他是模范生 而且也说了钱不够 钱不够怎么办呢 包括了目前在施工当中的 捷运 桥梁 马路 都有可能会停摆呢 如果真的停摆就别怪他 而在慎怒之下 郝市长他也做了一个决定 他决定效法台北市议员佟仲彦 在市府开记者会不够力 他是跑到立法院去开记者会 行政院会找来包括桃园等六都代表 参与公债法修正草案 与财政部一番唇枪舌战 确定初步版本 总在线的计算基础 由GNP改为GDP 总在线由前三年 GNP平均数的48% 转换为前三年GDP平均数的50% 总在线不变 修法后未来六都的举债上限比例 台北市0.22% 高雄市和新北市1.15% 台中台南桃源则是0.1% 额度为台北市855亿 新北市666亿 台中市592亿 台南市468亿 高雄市591亿 换句话说 未来六都只剩下3000亿的举债空间 除了台南市长赖清德之外 其他五都市长全都气得跳脚 就在不济 对于我们这种财政状况 还算理想的城市 我才觉得是真正的惩罚好学生 我们虽然不满意 但是也应该要接受 新北公债法还增加地方政府的 强制还本和预警机制 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告 核心考虑就是不挑高债线 所以必然会出现生多周少的情况 那你说要让大家买利 我看没有一个会买一点 公债法修法草案送到立法院后 将列为这个会期的优先法案 财政大饼人人要分 只是谁大谁小 势必还有得少 一电视 张宝宝老 都不太满意 不过反应最激烈的就是好市长 他也自然是模范生 被赏了巴掌 请问好市长今天气成这样 到底有没有道理 请四个来宾帮我们举个圈叉牌 生气有理吗 请举牌 好 两位来宾认为有 两位认为没有 敏凤说一下 为什么有理由生气发飙 这个我要是好市长 当然也是发飙啊 因为他被砍了46%嘛 所以其他五都都是 还是可以用正的 只有他是用负的 他马上就要发生债务危机了 所以他威胁我们 监狱没得做了 盖不起来了 所以我们很害怕 当然就很可怜他嘛 发飙当然有理啊